印度尼西亚东部海域在本地时间早上10点半 发生里特仪7.3级强烈地震 镇央在苏拉威西以东 摩路加海以北的位置 震源深度约47公里 附近岛屿包括马鲁古岛都能够感受到震动 地震也引发了小规模海啸 部分沿岸城镇的房屋受损 但暂时没有接获人员伤亡的报告 地震来袭时 苏拉威西北部当地一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纷纷冲到外头 据当地电视台报道 印尼东部的好几个城镇都能感到强烈的震动 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也发出了海啸预警 惊慌民众留在户外 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除了当地 中心也对附近海域的菲律宾 日本 台湾和太平洋南部岛屿发出海啸警报 据了解 海啸警报目前已经取消 地震也造成苏拉威西北部沿海城市的一些建筑坍塌 民宅受损 但至今还没有接到有人伤亡的报告 为安全起见 当局已紧急疏散高危地区的民众 印尼气象局较后表示 这次地震也在马鲁谷群岛附近 引发约90厘米高的海浪 官员表示 地震发生后两个多小时 也陆续发生约20次余震 印尼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 是全球最常发生地震的国家之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